嗨 大家好 我是非常热情人 大家都知道幽默罗杆军和自己的各种胃炎 比如说这个萎缩性胃炎 或者是胃困阳 胃弥烂 或者是胃癌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所以说很多人都关注这个幽默罗杆军应该怎样根除 应该怎样杀除这个问题 但是呢 总是有一些人 包括在网上也经常有人问我爱情生啊 这个幽默罗杆军 为什么就是说 哎 我反复的杀 就是杀不掉 或者是有的人呢 这个幽默罗杆军 哎 我当时比如说我今天杀掉了 但是明年一复杀 哎 这幽默罗杆军又出来了 反复的杀 反复的出现 这种情况应该怎样 处理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谈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先给大家说一个病例吧 就是说前几年也不是最近的事了 就是前几年遇到一个病人 他当时是29岁了 然后他说自己说在那个22岁的时候 就是很多年下 七年间吧 就是查了一个胃镜了 发现呢 有了一个胃溃疡 然后当时也做了这个幽默罗杆军的检测 发现呢 自己确实是有幽默罗杆军感染 啊 然后就是说当时做了一个 就是这个十年年的疗法 哎 把幽默罗杆军给跟除掉了 也就没太在意 当时也是就是说停要一个月 哎 复查这个幽默罗杆军确实是跟除掉了 也就没太在意这事 呃 然后再也就是说过了 当时过了两年 呃 然后就又复查这个 呃 又又觉得肚痛 肚不舒服 又去医院检测 又查了一个胃镜 哎 魏默罗杆军又发作了 而且一查又默罗杆军了 这个默罗杆军又感染上了 然后又做了一次这个根除 根除疗法 十年的根除疗法 吃药怎样 哎 治好了 也是停药 复查确定 杀出干净了 哎 就没太在意这事 呃 然后就是 当时那一年 又是 这个胃镜 胃病复发了 然后来医院找我看病了 给他看病之后呢 也是给他做了胃镜 哎 再查这个幽默罗杆军 发现了 这幽默罗杆军又出来了 呃 然后就是说 哎 一个和他交谈吧 一了解他之前的病史 发现了 他这个幽默罗杆军已经跟除过好几次了 但是反复的发作 然后就是说 当时和他聊天的时候就发现 他这个 嗯 口口气 就是这口臭 味道特别大 当时搁着口罩都闻到这味儿了 呃 所以说呢 我就是这个 考虑了 然后就这样张开口吧 看看他这个口腔了 这个牙结实 特别的明显 这个牙 牙齿上到处都是这个结实了 这些情况 嗯 然后 然后就是这个 呃 我考虑了 他可能是这个口腔 这个平时的卫生 没做好 导致这个口腔里面 可能有幽默罗杆军的这个 生长 然后吃药之后 可能这个幽默罗杆军呢 又再次进入到胃内 把这个胃内呢 又感染了 你要知道 口腔的这种幽默罗杆军 他本身就是你自身生长的幽默罗杆军 他再次感染你的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它比从其他地方再过来的幽默罗杆军 重复感染你的这个概率要是高得多 而且也很容易就是说 吃药之后出现耐药的这个情况 因为你之前 我说过幽默罗杆军这东西 你要不要不别杀他 要杀他的话 一次用药 就是这个一次用药给他杀肝影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就比如说两个军队在打仗 你就是上去试探一下他 你给他 哎 亮亮你的冰淇都是什么 你就是你可你得用抗素 你用这些抗素都是什么 然后就是说 对面也知道你套路了 你再次用他的时候 可能就没效果了 这就是耐药 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说 就是你有胃病 你没有感染树 不要滥用抗素 有人就是说 有点胃病 我去吃点阿末西林这些药 其实没有效果 因为你所谓的这种消炎药 它其实就是一个抗红素 抗素 抗素这个东西 它只针对细菌有效 它对于你的胃炎是没有效果了 因为炎症这个东西 它分为感染性的和非感染性的 如果是非感染性的 你用这药 反而会造成你体内的这些细菌的一个耐药 导致你真正需要杀菌的时候这个药没有效果 所以说不要滥用抗素 扯的有点远啊 继续说这位患者 这位患者呢 就是说你这个 说哪儿 就是说这位患者啊 他这个口腔 我怀疑他口腔有问题 所以说当时呢 就建议他做了一个 去口腔科 因为口腔科理由我们很近嘛 去口腔科做了一个这个洗牙 这个口腔策理清洁 然后祖父他日常一定要做好口腔的这个清洁 口腔的这个清洁 然后再就是说当时也给他在做了一个 就是那做胃镜的时候就已经给他取了一块组织 当然给他做了一个油门罗杆尼的那个药米实验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药米实验 药米实验呢 其实你要有条件的话 做一个是比较好的 药米实验大致上就是说咱们做胃镜的时候 从胃 胃内取下一块被油门罗杆尼感染的这块组织 就取了一个油门罗杆尼的样 然后取出来之后 做一个油门罗杆尼的那个吸菌培养 把这就是你取下的这一小部分的油门罗杆尼给他培养一下 让他长成长成一堆 然后咱们针对性的就是说用药物去试去试验 看看哪种药物对这个油门罗杆尼的效果比较有效 咱们咱们针对性的用药 那么其实这个方法呢 对于就是这个杀菌效果比较好一些 因为你们用药比较针对 而且这个你用药之前 你知道这个一些药的效果对油门罗杆尼效果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 给他做了一个 因为他已经杀两次菌了 所以说很可能你在用药就是耐药了 然后给他做了一个这个 你要知道就是说 因为但是这个东西说实在代价有点高 可能比较贵一些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咱们不会首选做这个 当然了就是说你必要的时候还要做的 有的当然还有这个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检查一般 他很多医院可能是没有的 那就不多说这事还是扯的有点远 就说吧 给他做了一个药品试验 然后就发现他对某几种这个抗素有效 然后当时呢 又给他搭配了一个4点 给他让他吃了就是14天 记住 油门罗杆菌的杀菌的4点疗法是714天 他的用药是一个lugary的药物加上lugary的药物就PPI嘛 只是绷一致剂 再加上一个BG 再加上两种抗素 给他4点用药 吃了14天 咱们4点用法一般是10到14天 但是考虑到很多人耐药嘛 所以说为了杀菌一般来说都是吃14天这个情况 很多人就是说 吃油门罗杆菌这个抗菌的药物 就是说吃吃停停 吃吃停 想起来吃 想起来不吃 其实这个时候和我刚才说那样的 你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你体内油门罗杆菌的一个耐药的 因为就是说和打仗一样 你把你的套路都给人家晾了晾 人家都知道怎么应对的 你这时候 你这时候在想杀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给他祝福他吃14天 吃14天之后呢 就是说让他停药一个月 就是比如说咱这个油门罗杆菌呢 建议是抗菌一定复查手抗菌一定要停药 停药一个月 而这个致崩益这一般建议停药一到两周 一到两周 当然了 你能一些就是这个抗菌 不是抗菌这个拉招你要是能停药一个月 肯定是最好的 但是至少来说停药一到两周是比较好的 当然反正我当时建议呢 他是就是说全部的药物停药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来复查 显示这个油门罗杆菌确实是杀干净了 这步好几年已经过去了 也没 后来就是说 在去年时候我还见到了一次 他说我问你这几样有卫兵没有 他说这个卫兵也没发作过 我说你有时间的话再把这个油门罗杆菌呢 再复查一下看有没有了 他说那个有的话再给我联系 他说那个好 反正后来也没给我联系 我估计是没有了这个情况 所以说 杀出油门罗杆菌这个事呢 很多人为什么就是说反复杀 杀不掉 这个原因他呢 和这个油门罗杆菌的一个耐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有条件的话 最好是做一个油门罗杆菌的这个 油门罗杆菌的这个耐药实验 就是药米实验吧 药物的敏感度实验 这是比较好的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说有的人这个油门罗杆菌他反复的发 反复的杀 反复的出现 这个因素和什么有关系 就是和一些人的个人卫生没做好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油门罗杆菌他毕竟是一个会传染的疾病 所以说有人经常去外面吃饭等等这些情况 他就会导致油门罗杆菌的这种交叉感染 怎么说 当然了 这位患者 我当时也问过他 他没有经常在外面吃饭 吃饭是非常注意卫生的 所以说考虑他可能又是口腔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要知道人的口腔里面的这种细菌呢 人的口腔里正常是有细菌存在的 你特别牙齿上这种牙分里面这种粘的这种细菌 生活这种细菌 他和你那个大肠里面的这种细菌呢 它是这个重叠度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那么很多人的这个油门罗杆菌 他会在口腔里就牙齿上寄生 在这个牙筋斑 牙结石 牙带周围或者牙刷上 甚至牙刷上也有可能有油门罗杆菌干的 油门罗杆菌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 生长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说很多人各种方面特别注意 就是没注意自己口腔胃脏 所以说导致呢 这个是你要停了 要停了 油门罗杆菌 胃里面油门罗杆菌已经杀干净了 但是随着你这种不断的吃饭 不断的就是这个把油门罗杆菌又吞到胃里面了 就和我刚才说的一样 有的人这个油门罗杆菌毕竟是你自身生长的 所以说他再次感染你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而且还有可能耐药 因为你上次用了抗素了 很可能耐药 还有呢 就是说有的人这个按牙刷不注意更换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 这个牙刷呢 是最好建议呢 是这个一般使用两三个月 最好及时的进行更换牙刷 而且就是说一些年龄比较大人 老年人呢 他因为会配戴假牙 这个假牙的卫生也一定要注意 并不是说有的人啊 那个假牙就是说你冲下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子的 假牙你冲下可杀不了这个菌 所以说假牙 你把它刷干净之后 你把它摘下来之后 一定要刷干净 一定要刷干净 刷干净 用牙刷把这个牙缝和正常刷牙一样 你要刷的特别干净 但是记住不要用热水去烫 也不要用酒精或其他药液去泡 刷干净之后 泡到冷水中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事我也专门问过口腔科的大夫这个情况 所以说 这个牙齿 口腔的卫生一定要注意 那么当然了 就是关于口腔这个东西 毕竟我不是专科的口腔大夫 我说过很多次 有些不是我专科的东西 我不愿意 比如说用自己不太专业的一个方法给大家谈 有的人他有这个口腔里面的这种不太卫生的情况的话 最好去专门的口腔科 所以说看一下 有蛀牙的话 处理蛀牙 有这些牙结实的 你是该洗牙 洗牙是比较好的 但是记住 记住不要磨蹭 一半是要有一个度 要有一个度 不要万事过了 那就不好了 因为就是说口刷这个洗牙是好 但是你不能洗的太频繁 洗的太频繁对你的牙齿反而是不好的 最终来说呢 口腔的这个卫生还是要听从口腔科大夫的这个交代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说这么多了 简单来总结一下吧 就是说 哎 注意口腔卫生 注意个 也就是说注意卫生 注意卫生的氛围就是说饮食上 在外面吃饭的这个卫生 以及就是这个口腔卫生 俗话说的好 并从口入 是 你吃东西注意了 那东西进不来了 但是你口腔本身它是一个重要的通路呀 你的口腔卫生不注意 它也是并从口入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有考虑有耐药的话 有条件的话 最好做一个这个用脑管菌的这个药米实验 针对性的这个用药治疗 那是比较好的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